嗨! 不如回到江沙床的街角 很久不見了 我們現在在哪裏 在這裏 你看我們身後是 嘩! 好像加拿大版的AIA 我們今天要玩些 什麼刺激機油 我想玩跳扭機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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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準備好了嗎? 你怕不怕? 為何不怕? 我怕不怕 周星馳那些 船長過山車 所以我從小到大 一天早上都玩過山車 晚舟就玩海盜船 也會早上玩海盜船 晚舟才玩過山車 黃昏再玩一次 海盜船都試過 說來聽 今年就是Weaver Exhibition的70周年 每年大概6月 就會開始搞一個為期10日 期間限定的遊樂場 就像香港的AIA 至於門票方面 它分為三種 第一種 就買入場決 然後再買代幣 去玩你想玩的機動遊戲 第二種 就像我們一樣 買一個Day Pass 進去排隊玩任何機動遊戲 都可以 第三種 就是加多20元 買一個快速的Express 就可以不需要排隊 無限暢通的玩你想玩的機動遊戲 那我們 太貴了 所以沒有買到 我們成功進來了 第一站要去哪裏 就玩這個 還要吃東西 神經病 會不會吐的 你第一站要去哪裏 第一站 廁所 廁所? 哈哈哈 帶大家參觀廁所 Moments Later 除了一些刺激的機動遊戲之外 也有些兒童向的遊樂設施 當然小不免會有一些攤位遊戲 所以攤位遊戲 有點像台灣的夜市 有東西玩之餘 小不免會有東西吃 所以每走幾步路 都會有一些攤檔仔 放在這裏買東西吃 買完東西吃就可以順便來 一個體操的地方 我們坐在這裏 一邊聽音樂 一邊吃你買的食物 相當捨義 那初來報道 當然就要玩一些輕鬆的東西 熱一下新鮮 心情如何? 輕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怕不怕不怕 你怕不怕吐 有西分 10秒後 1秒 30秒後 1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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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秒後 1秒後 1秒後 我要飛出去了 玩完前賽我們下個玩什麼 跳樓機啊 你猜這個高一點還是海洋高丸高一點 海洋高丸 這個應該沒什麼料到 海洋高丸那個有四五十層樓 因為加上山頂嘛 海徑一樣 但你的距離不太高 是嗎 這個感覺好像很危險 應該沒什麼料到 對不對 這些玩跳樓機最重要 最重要是放鬆你 你一抱著東西就不要玩 雙手放開 有它自己跌下去 是嗎 這才是最高的向上 我最喜歡的物件 在高空跌下去的感覺 嘩 3秒 3秒 它不會蹭蹭蹭蹭 那沒什麼料到 對 怎樣啊 剛才玩完跳樓機 輕鬆 高不高啊 怕不怕啊 經歷了漫長的三秒鐘之後 我就決定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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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你怕不怕啊 怕不怕好像死神來了 飛了出去 哈哈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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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Wing of Fire 應該是我那天玩過一個最有趣的機動遊戲 其實它最正的位置 就是可以360度轉一兩個圈 但我覺得尾中不足的位置 就是它的速度 都是有少少慢 所以我覺得如果它可以快一點 還有轉360度的時候 可以多轉一兩個圈 那我就會覺得有點心滿意足 如果不然好像現在這樣 轉了一個圈之後 下回來 我就會覺得有些尾中不足的感覺 倒掉了這麼多次之後 人都精神了 那精神要做什麼呢 精神當然是要吃東西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間Colazzo Onion 吃Colazzo Onion 到底這裡的Colazzo Onion 有多Colazzo呢 嗯 就是這樣Colazzo 我這個就是普通的版本 其實它還有一個Bacon & Cheese 但是要加2元 好像不太划算 2元加個醬 所以算了 那麼大塊洋蔥之後 當然也不想這麼快 玩一些劇烈的活動 所以看到這個旋轉木馬 不用排隊 就進來做運動 除了有東西吃有東西玩之外 這裡還有不同的展區 這個就是一個軍人的展區 裡面真的有些軍人活動 在跟你拍照 以及簡介一下他們自己 你會跟軍人拍照嗎? 不拍嗎? 我們走了 會被國安拉的 這條飛 玩完這個就可以回家 嘩這個不得了 應該 離遠已經聽到佔叫聲 目標撞死他 目標撞死他 因為拚了兩條臂 要排太久 兩個幾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決定 玩一些輕鬆一點 就是風風車 消磨一下時間 走開啊 走開啊 好痛啊 目標 鎖定 目標人物 鎖定 鎖定目標 鎖定目標 大家看到了 YOYO手車多狠 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公路上 看到公路殺手的時候 記得多加小心 我們玩完了這場 汽車殺陸之後 就玩了這個海盜船 之後呢 今天的行程都基本上完成了 我都想要一隻大公仔 你有沒有本事贏到回來 有啊 我在Amazon買給你 全不同的 好像台灣的東西 AIA那些 對 不可以這麼說 它的價錢是AIA 但我想說AIA 我也沒有贏過大公仔 因為你這麼差 我們自在玩這個機場 有秘密 是的 哇 這麼快 我們就已經 由今早12點到現在 差不多8點了 差不多8點了 我們下年要再見 這個摩天靈那些 今天開不開心啊 嗯 可以啊 有沒有什麼最好玩 就是 香港快 最令人害怕的呢 很多人害怕 都沒有 我覺得 今天最恐怖的是海盜船 是MVP的 今天最恐怖的是海盜船 第二個呢 是跳樓機 它升上去那個 比跳下來更恐怖 但我覺得 那個跳樓機只有下 是恐怖 我反而是覺得 跳下來那一刻不可怕 是升上去慢慢 上去 然後呢 越升越高 也挺高的 那一刻是挺可怕的 好 總之這個 展示也是值得推介的 嗯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出片 盡快吧 這些東西還不完 可能後天就會有新影片 好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